忽然间有一个感觉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大家我们有段时间都没有见面了 我们现在遇到MCO 又在Fully Locked Down对不对 所以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关键 今天早上呢就跟一些同学们聊起 就问起大家最近大家还好吗 所以说呢我就想说 他就讲说做么老师啊 你不要出来分享一些东西呢 那么呢我想要分享的东西呢 是我想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助大家是最好的呢 我在想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还有14天的时间 在这14天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是可以以14个不同的策略 每一天呢都可以马上使用 马上使用之后呢 又可以让你看到极客容易的成绩 简单来讲就是用最少的钱 赚最大的利润 所以我就想起 我当年里面我的第一个 我觉得我的启蒙老师 大家都知道是谁对不对 我启蒙老师是雅伯恩老师 那么还有我的现在的老板 以前的老板 现在老板是他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板了 他已经是好几间上公司了 那么我在想什么东西是很简单 我就找回一些我以前的一些 做过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我想讲说呢 在现在的整个阶段 在这个行情里面 OK我们Coin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一个不同的竞争世界 但在这个竞争世界里面呢 我们不需要看我们现在应该学些什么 我们要问的是前边的人 以前的人做过些什么 这些人做过的东西是我们可以模仿 我们可以直接就可以copy and paste 直接看到成绩的OK吗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 好消息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么呢我就必须要读给你们听一些东西 其中第一个我们在做整个marketing里面 最主要最主要关键是什么 最主要关键就是你的 我们都听过的独特销售卖点 我们叫USB Unique Selling Point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其实呢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呢不是很多人明白它里面的秘诀 所以我想让你听 接下来的15分钟 到底里面到底有多重要 OK好 第一个东西呢就是 什么是一个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其实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可以解释你自己本身的定位 是跟你的竞争对手与众不同的 那所谓市场上 商场 炉战场 市场上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其他选择 那么在其他不同选择里面 你怎样子把你自己变成 是成为一个某种顾客群的选择 举一个例子我们讲 很出名的一个Walmart Walmart听过吗 Walmart Walmart这个在美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呢 他讲说他们是低价里面的领导者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一样东西 如果你不能做最低价 你只是第二个低价 那你千万不要做低价 为什么 因为成为第二个低价 完全一点优势都没有 只有成为最低价才有优势吧 所以说要不然你就成为最高价 最高价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那么其实呢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东西是 你现在的生意 到底目前你在经营的公司 有没有一个USB 有吗 有的话请打一个yes给我看一下 你到底目前有没有USB 有没有一个独特销售卖点 你的独特销售卖点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解释你的独特销售卖点 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 假如我目前没有这个独特销售卖点 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出一个 是专为我的生意 可以让我赢取这个市场 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我的定位的时候 第三个 假如是的话 我已经有了一个独特销售卖点 假如我认为我已经有的话 我怎样子可以强化它 怎样子可以improve它 接下来就是 有没有一些点子 是别人前人用过 其他人用过 不同的行业的 可是我可以借用这个点子来用在我自己的生意身上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 在以前有两个人 他们觉得说 他们可以通过做一个中小生意 就可以让他们付完他们大学的学费 那生意一开始说是非常非常的不成功 然后他们本身 其中一个人就放弃了 另外一个人呢 结果就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销售卖点 有两个大学生 他们想要做一个中小生意 来付完他们大学的学费 两个伙伴呢 其中一个就最后放弃了 另外一个就想出一个独特销售卖点 结果把整个行业完全颠覆到完 而且呢 让很多人后来跟着模仿 想不想做什么行业 那公司呢 叫做Domino Pizza Domino Pizza呢 最强的地方是什么 它保证你一样东西叫做 可以在30分钟里面送到你的家门口 送到你的地址前面 然后呢 而且呢 是热喷喷的Bizza 所以说这个整个独特销售卖点 开始了 颠覆了整个Bizza 整个 我们讲Bizza的这个Bizza饼的整个 delivery的整个生意 But then You know 它的USB是什么 热喷喷的Bizza 可以在30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里面 保证你送到你的门口 那么请问 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其实就是准时而已 很简单 所以今天 如果你今天 问他们 现在你出去外面市场里面 你问你的100个顾客 或者是你1000个标准的顾客 你问他们一句话吧 请问他们认为你是在做什么生意的 请问他们认为你是在做什么生意的 OK 假如不是你的公司的名字的话 请问 我们是做什么 OK 比如说你讲SBI SBI是做什么生意 培训公司 Seminist Company No 我们不知道这个行业 我们不玩这个竞争游戏 我们做的东西很简单吧 我们做的就是 那些 很想在短时间里面 马上立刻看到成绩的 而且要跟别人与众不同的 才找我 你的成绩要跟别人与众不同 所以这次是我们的独特卖点 向来我们都在走实战实力 而且是我们走的是实际派 那么呢 如果是一般上太初级的东西 我们也不交 为什么呢 因为初级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来送 我们可以拿来交给别人 OK 帮别人交 我们不交 为什么 因为我不交这些普通的东西 因为这次是我们的独特卖点 所以假如你今天 真正去了你的marketplace的话 然后你ask一个问题 请问大多数 100个到1000个顾客里面 他们认为你的行业到底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 如果要觉得你的行业是什么 你就要到反而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到反而做的话 很多时候 你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要跟你讲 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什么产品呢 其实是有一些 很独特的卖点 我给你一些点子 因为我们大概只有15分钟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 我给你几个例子 我会用英文加中文一起来 因为我在看回当年我学过的东西是 我觉得是我的最重要的启蒙的 整个启蒙的 整个点子的开始 那是在2000 其实是在2005年之前吧 2003年 我找回我的一些资料和材料 所以我翻译给大家听 分析给大家听 OK 第一个就是 假如今天你是卖饮食业 OK 你是卖饮食业 你饮食业 怎样只做出你独特卖点 你第一个要选择 你今天要打击的是谁 你要打击的 比如说是父母 那么父母里面 最 现在最什么 就是头痛什么 没有空 对不对 可能是在忙着其他东西 所以让我给你一个想法 它叫做 玉玻璃煮食业 玉玻璃煮食业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听听这个 OK 那些生意 女性 不是生意男性 是生意老板娘 而设计的什么 可以解压的一个课程 RECORED A STRESS MANAGEMENT SEMINAL FOR WHO So Basically 我在讲的东西是什么 我在讲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了 Find a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或者是独特销售卖点 那我举一个例子 Let's say你是卖cosmetic 你的cosmetic为什么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cosmetic comes with一个 software 还是一个computer system 我可以帮你分析 你的脸的颜色 我可以分析什么样的化妆品 可以让你看起来更亮丽 更年轻 更加有吸引力 而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 也有一个是专门为 现在美容院老板娘 减压的课程 为什么要搭个美容院老板娘 美容院老板娘不能开 28天 28天不能做美容服务 你想看他亏多少钱 所以说不要做给全部的人 当你做给全部的人的时候 全部人都不是你的顾客 只做给某种人而已 OK 比如说我再给你多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边有一个例子 很好的我觉得说 就是怎样子卖membership membership就是不要卖你的产品 卖它是一个会员字 我们 call it a preferred customer membership preferred customer membership 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我是做帮人家装修的 一般上装修我都没有帮你做太多的东西 只是算你空前 但是呢 今天你是我们的 preferred customer的 membership 我会给你第一个free delivery 免费送家时到你的家 第二个 我可以帮你做consultation 是来到你的店 还是来到你的家 帮你做consultation 同时呢 万一你做了之后 你不满意 我还有money back guarantee给你 但是呢 你不能这样子做 如果你只是单单卖产品 因为单单卖产品的话 这样子做呢 你不会得到 钱或什么 你做了之后 量身定造了之后 结果你后面没有钱收 所以说你只能做什么 你只能做的是 一个不同的方式进 叫 preferred membership ok 还有一样东西 今天的最后一个分享 就是 很简单 怎样子你可以 at the right place selling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USP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请注意听啊 这个是整个东西的关键 所有的生意的关键 都在于 能不能在对的时机 出现在对的顾客面前 讲对的话 ok 我再重复多一次 能不能在对的时机 出现在对的顾客面前 讲对的话 我给你一个例子 ok 有一个customer 真正的故事 这个例子 那么他那时候呢 开始做一个 卖steakhouse 就是卖牛扒的 那时候是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is under during recession 美国的经济在下的时候 但是呢 他只用2000块美金 他赚了几百万 怎么做呢 很简单罢了 他专门出了一个牛扒 这个牛扒呢 是很简单 是比别人更低价的牛扒 但是呢 他是更高的menu items 他专门设计更高价值的menu 就是我们讲的食谱 ok 那个整个menu 你的订单 那边 用更低价 给更高价值的 全部的menu items 在里面呢 他本身呢 专门给人感觉到 他的整个感觉 看起来是一个高级的包装 听到 低价 换过menu的items 变成一个高价的包装的感觉 感觉吧 但是那时候呢 很多人就很奇怪 以一个高端的牛扒的店 怎么可能会给我这样低的价钱 结果他们就在对的时候 给对的产品 at the right time you provide the right product 通过那个方式呢 他就赚到了低桶金 但是呢 他不单止猜中了 接下来的经济会衰退三到五年的时间 我不是讲现在 我是讲 这是一个案例 我在讲这案例 我在讲案例给你听 这个案例是真正的故事 这个案例的名字呢 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的名字让我看一下 它的名字叫做 Stick and Ale Restaurant Stick and Ale Restaurant 在美国 它的founder的名字是叫 Net Allen OK 他是来自Florida的 他就用这个方式呢 他就赚到低比钱 所以当 其实呢 他不是同时做这一个东西 那时候呢 他在设计多一个产品出来 他同时有做建筑跟装修 注意听啊 建筑跟装修 And这个建筑与装修呢 它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主题 这主题的名字很特别 叫做Led 意思叫做 今天让你的家就好像一个游厅这样子 他专门设计了一个什么 一个把你的家是一个小小型的家 是一个可以让一单很多想要退休的人去Florida Florida是美国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南端的一个城市 也是有很出名的海边的 在那边里面 他就把你的家变成一个度假的游厅 不过呢 是很小间 比一般的屋子小间很多 但是他里面的装修 看起来豪华很多 但是价钱可以低很多 他又再赚了另外一大笔钱 所以这个时候 各位我要跟你讲的是 你的USB比什么东西更重要 谢谢 很希望你有机会再留守我们下一次的分享 然后记得我们在明天开始过后呢 我就会开始做一系列的连续15个不同的策略 15个不同的策略都是每一个你可以马上用的 而且是简单 而且是注意听是免费的 是让你可以用在你的生意上 在这个时期 成为市场上唯一最好的选择 可以让你 gross到更多的seals 更快的收到钱 争取到你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打一个yes and share your shit and then 拜拜 thank you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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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